在其他世家的人看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也就只有蓝望鸡和魏无羡能看出来了 在温若寒的地盘不夜天上 处处都是温若寒的眼线 这里并不是一个可以多说话的地方 温情和魏无羡没有单聊 只是心领神会地交换了两个眼神 清衡君和蓝启仁都已经得知了温情的情况 也知道了温情的决定 他们对温情还是很客气的 临走前客气地带领着仙门百家的弟子向温情辞行 而后启程回了云深不知处 一路风尘仆仆 一行人赶在害时前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蓝启仁还是很体恤学生的 看着面前的弟子一个个东倒西歪 困得不成样子 本来想宣布公开考校功课消息的嘴壁上了 任由清衡君开口让他们回去好好休息 并说出明天也依旧不听学 后天才恢复的好消息 听到能回去休息 而且明天还不用上课的弟子们固然开心 但实在是困得不行 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气无力地向两位前辈行了礼 互相搀扶着网课社去了 魏无羡道还是神采奕奕的 想起还没和金子轩说关于温情的事 就拉着看着也有些精神不济的金子轩一边聊去了 江城虽然也困 但他注意力还是紧盯着魏无羡的 清衡君宣布了可以回去休息时 江城就想拉着魏无羡跑了 他手都还没能碰到魏无羡的衣服呢 魏无羡就湿湿然扯着金子轩走了 一眼都没往江城这边看 江城一时之间都不知道 他还算不算是魏无羡的好兄弟了 魏无羡自从来了云身不知处 就老实拉着别人一起还不带上他 就连他之前最讨厌的金子轩都能与之和睦共处了 这怎能不让江城怀疑呢 魏无羡拉着金子轩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后 就嫌弃地松开了手 要不是看金子轩精神不济 他才不想拉着他来呢 他只想拉着他的拦战 金子轩懵懵懂懂地顺从着魏无羡的动作 脑子里却是一团江湖 搞不清楚状况 不明白为什么魏无羡要拉着他出来 赶了一天路了 他现在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金子轩 温情虽然没有前世的记忆 但是他答应我会作为我们的内影帮助我们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着手准备 准备去找梦瑶了 想着蓝湛还在静视等着他回去睡觉 魏无羡就准备快刀斩乱麻 直接就切入主题 一点缓冲的时间都没给金子轩 说起这个 那金子轩可就瞬间清醒了 他立马说道 你去找过温情了 他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度 金子轩前世和温情没什么交集 不信任 他是正常的 魏无羡也没恼火于金子轩怀疑的态度 认真的说道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情节既然已经答应我了 他就一定会做到 得了魏无羡的保证 金子轩松了一口气 欣慰了不少 他接着道 先前我已经派人去云梦找阿瑶了 还好敢在他母亲去世前找到了他 这不可谓不是件大事情 魏无羡之前一直忙于研究 怎么才能解决水行渊的事 都没时间找金子轩问问情况 这头一回来 问就得了个如此重大的消息 魏无羡惊讶极了 找到了金光瑶 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金子轩有些善善 但转念又想到了什么 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你以为我不想和你说吗 也要我能找到你人才行啊 这回就轮到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闭口不答 准备装死糊弄过去 金子轩也不管魏无羡的反应了 继续交代道 我的人找到阿瑶的时候 正巧赶上他母亲重病 但还好我的人去得及时 才在他们母子二人即将被赶出来之际 就吓了他们 花了钱替他们赎身 然后又找了医师给他母亲看病 索性还有救 他现在就在云梦的宅子里陪他母亲呢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他 你要不然和我一起 说着说着 想到自己还一次都没有去见过现在的金光瑶 金子轩有些跃跃欲试 想在听学结束时就去找他 还热情邀请魏无羡一起 魏无羡虽然现在和金子轩 不像以前针锋相对了 反而还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但是这也不代表 他能忽视自己内心深处对金子轩的愧疚 所以他可以放纵金子轩去保下金光瑶 但是他自己还是不是很能原谅直面金光瑶 于是他婉拒道 算了算了 我不是很想看见他 若不是你坚持要保金光瑶 他金光瑶在我就只会和苏舍一样死得悄无声息 我还是不去给自己找不痛快了 魏无羡还是很满意金子轩的速度了 这短短时间就找到了人 还巧合地就下了对金光瑶来说很重要的母亲 但是他也想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对了 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有告诉过金夫人吗 金夫人是怎么想的呀 我本来都做好要和我娘扯长篇大论的打算了 但我还没说几句 我娘就答应我了 我娘也没说什么 可能他也老早就看出来了 我不适合当这个兰陵金氏的宗主吧 反正他默许我去找阿瑶了 对了 找阿瑶的人还是我娘指给我的呢 提到他娘 金子轩还挺骄傲 以他之前对他娘的了解 这件事都没有成的可能 但现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娘答应了他这荒唐之举 不说还大力支持 这怎么能不让金子轩骄傲呢 魏无羡说实在的 有些被惊到了 不过其实他没有和这位金夫人说过什么话 少数几次见面 任金夫人也是来找于子渊的 所以他算不上了解这位金夫人 惊讶过了也就算了 他打了个哈欠 有些敷衍地夸赞道 你厉害 佩服佩服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要回去睡觉了 看着魏无羡打哈欠 金子轩那压下去的睡意也冒了头 他也跟着打了个哈欠 立马就同意了魏无羡回去睡觉的提议 嗯 有事之后再聊 睡觉去吧 客舍和静视在两个方向 两个人在此处就分道扬镳了 金子轩强忍着困意用能在蓝室施展出来的最快速度 赶回了客舍 简单洗漱了一番就睡下了 魏无羡则是边打哈欠 边慢悠悠地往静视去 这条路在魏无羡看来 很短没一会就到了 静视在这个时候依旧灯火通明 静视的主人蓝忘机也一点要去睡觉的打算都没有 蓝忘机先魏无羡一步回到了静视 他洗漱好就端坐在岸前 捡起之前未曾看完的书籍继续看 一边看一边等着他的魏英回来 屋外 魏无羡人都还没出现 声音就先传来了 蓝湛 我回来了 魏无羡的声音因为裹挟了困意 有些软绵绵的 一句我回来了软到了蓝忘机的心砍 一听见魏无羡的声音 蓝忘机就再也看不进去树了 他立刻放下树 打开门迎了上去 将魏无羡抱了个满怀 埋在蓝忘机怀抱里的魏无羡 窥探一声满意极了 他清秀了绣蓝忘机身上好闻的檀香味 任由困意席卷 渐渐进入了梦乡 魏无羡均匀的呼吸声缓缓传出 蓝忘机有些无奈地看着怀里的爱人 眼神温柔极了 他打横抱起魏无羡进了屋子 将魏无羡平稳地放在了床上 蓝忘机帮着魏无羡脱下了外衣 鞋子 打了水帮魏无羡截面 打理好魏无羡后 蓝忘机也脱下外衣 鞋子 躺在了魏无羡旁边 伸手拉过一旁的被子 盖在了他们二人身上 爱人在身边 蓝忘机忍不住 多看了一会魏无羡的睡颜 害时到了 他也进入了梦乡 一夜好梦 第二日 在清晨的钟声响起之前 魏无羡就醒了过来 好好地睡了一个晚上 魏无羡精神抖擞 看着旁边的蓝忘机还在睡 魏无羡没搞出什么大动静 慢慢地从蓝忘机怀里出来 默默地盯着蓝忘机的俊俏的脸看